花壽司裡一條闊魚冒出頭來 say hello 卡在玉子燒和小黃瓜旁 兩隻觸角扭啊扭 彷彿在說別吃我 很誇張 是一隻火的闊魚頭裡面 鑽出來 剛才是愣住的 曾先生18號晚上 和老婆一起到台北京站的 和點壽司用餐 吃到最後一道菜花壽司 第一塊下肚後 老婆眼間發現 第二塊裡竟然有活生生的闊魚 在蠕動 直呼著壽司未免也新鮮過頭 我不敢 補充蛋白質嗎 闊魚應該是不能吃的吧 可以接受 當然是不行啊 民眾反映後 原本想請主管出來談談 卻只有一位看似資深員工 表示抱歉 還說兩人一共882元的餐費 可以退掉花壽司費用 並送上甜點補償 沒有太積極的作為 闊魚爬過的地方 也會蟲卵什麼的 可能會再去醫院做檢查 有寄生蟲或者寄生蟲卵的話 有可能會造成腦膜炎 沒有診斷出來 醫師提醒出現發燒頭痛 意識改變等狀況 就要儘速就醫 衛生局也動起來 週日立刻到場積查 發現甜醬沒有標示名稱和孝綺 送餐軌道下方不截等 兩大缺失 以責令於五月二十二日前改善完成 如仍不符合規定 處六萬到兩億元發還 事後店家發聲明智欠 目前已即刻下架相關產品 對其他分店會更嚴格控管品質 只是活潑於險些下渡 民眾對食安恐怕已經沒有信心 記者余盛行張 天日台報導 我是戴立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按讚